騎車的音質是董提夫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騎車音質是董提夫 現在電動車對於全世界甚至台灣車市 可說到達百花其放的程度 幾乎每家車廠都有推出電動車的車款 來進軍這個市場 以台灣為例 已經非常多的進口車車廠推出電動車 而且其中又以歐洲車車廠的比例為最重 而其中像是奧迪他們在2019-2020年的時候 就已經推出以e-tron 這台SUV的電動車來進軍電動車的車場 恰實算算也已經好幾年過去了 而且在打搶e-tron這個品牌之後 接下來它將旗下的陸陸續的車款 都關上e-tron這個名號 所以代表說這個車型如果你關上e-tron 這個車名之後就是一部電動車 像是Q4、Q6甚至甚至是試駕的Q8 都是電動車的代表 而這是我們所試駕的Q8e-tron 50入門版本呢 可以說是原本e-tron 這個電動車車型的小改款形式 因為畢竟喔 不管是外觀、內裝、底盤 甚至是馬達電池 而且這些PowerTron的架構呢 也跟先前差異不多 雖然差異不多 但是呢其實改變幅度還蠻明顯 尤其電池跟馬達喔 所以今天呢 我們自然要針對這幾大項目 來要詳細分析解說 影片開始之前也請大家 幫我們頻道訂閱追蹤起來 如果你按讚、訂閱、追蹤、分享 都是根本最好的支持不利 永遠大特非對的童話短題 東基物持續販售中 如果你想要支持購買的話呢 下方的說明欄都附上連結 再請大家多多支持購買一下啦 為了方便啦 這次我們頂Q8 e-tron 50的製作流程呢 更為方便而且安全喔 我們還來到內湖的奧迪呢 來進行頂底盤的作業 相信有透過這個安全的場地 可以讓我們更為清楚 直接了解 Q8 e-tron的這些底盤結構懸吊 甚至電動結構的厲害之處喔 由於這次它改款的重點 除了像是電動馬達跟電池喔 所以在開始講解 關於它的底盤懸吊結構之前呢 我們先從電動馬達跟電池 這兩大結構呢 跟大家詳細解說 奧迪Q8 e-tron 電動馬達介紹 我們先不說 電動馬達的一些電動科技 我們光從這次它所推出的 Q8 e-tron 5055 甚至SQ8的三種動力來看喔 這是我們試駕的50版本呢 它的出力呢 從原本313P 67.7公斤米的輸出呢 變成340P 67.7公斤米的動力 那至於55車型呢 它則維持改款前的408P 67.7公斤米的動力輸出喔 那至於出力最強的SQ8車型喔 因為它在前面有一組馬達 後面左兩輪各組電動馬達的關係呢 所以它動力來到503P 扭力有高達99.3公斤米的輸出喔 能說是相當厲害 但說到這裡啊 你們覺得有點奇怪 不管是50甚至55 甚至改款前後 這些的車型輸出的扭力 都是67.7公斤米喔 其實說穿了 不管是改款前或改款後 或是50或是55 它們所採用的電動馬達 都是一顆前面代號叫250的馬達 後面配上一顆代號叫320的馬達 來做交織組合 什麼是250什麼是320呢 其實250呢 代表說它可以輸出246Nm的動力 那至於320呢 代表說它可以輸出314Nm的扭力輸出喔 由此界定 所以你會發現喔 它們的輸出扭力也都是一樣的 但是它可以透過你的電壓的高低 來讓你的馬達轉速提高或降低 來地藏出不同的馬力的輸出的特性 而這也是呢 很多電動車 它們動力輸出 而調整設定的來源 那說到這裡 你會覺得說 那這支Q8一律創 跟先前的一律創馬達不就一樣嗎 其實還是有所改變喔 主要是呢 它將它所採用的電動馬達外面的定值 原本還有12個線圈 現在呢 它換成14個線圈 雖然你在你的線圈數量增加的前提之下 給一樣的電壓之下 你可以產生更大的扭力 更大的磁場 所以可以讓你租出 可以不用那麼大的便利 就可以達到 而且一樣可以達到省電 而且增加新式里程燈 所以雙重目的 至於它所採用電動馬達呢 則跟改款前一樣 都是採用 異部感應電競馬達 也是我們常說的 非同步電動馬達喔 雖然我們先前也講過蠻多 什麼是同步馬達 什麼是非同步電動馬達 但是我現在還是簡要說明一下喔 其實同步跟非同步 它差別在中間的轉子結構 同步電動馬達 它中間的轉子 是採用吸塗磁鐵 具有高強的磁性 所以當外面的定值充電 踩生磁場之後呢 它可以迅速受到感應 快速的反應 所以它低速扭力好 而且扭力很大 但是它缺點呢 就是當你高速旋轉的時候呢 它會踩生逆電式 所以它需要更強的電力呢 才能夠克服這樣的問題 而且在高轉速高溫高熱情形之下 對於磁鐵來說 也會產生退磁的情形喔 那反觀非同步電動馬達 它雖然中間呢 它是採用鋁合金 這些金屬所構成 它在低速轉動的時候呢 它並不像有時同步電動馬達 像乘磁鐵的關係 所以反應很迅速直接 它必須靠外面的定值 產生磁場之後呢 才能夠退它旋轉 所以才叫做非同步喔 雖然低速扭力呢 不像同步馬達那麼出征 但是它中高延伸的 反應非常的好 甚至會比同步電動馬達更為強勁 而且它中間也沒有磁鐵了嘛 所以呢 它並不會因高轉之下呢 產生退磁 甚至密電式的情形喔 所以它的中高速延伸性很棒 甚至高速的電耗也很出色 所以現在很多像是特斯拉 甚至新世代的Volvo這些電動車款喔 它會採用一個同步電動馬達 一個非同步電動馬達 這種雙馬達的形式來做對應 奧迪Q8E從電池結構介紹 其實電池結構喔 才算是這次Q8E改款的重點喔 光是從它的電池容量來看 50車型呢 它的電池容量之前是71度 後來改款之後呢 變成95度 那至於55車型 它從原本的95度 變成114度喔 整個行駛里程呢 都大幅提升喔 另外像是外型最帥氣的55車型來說好了 它達LTP呢 甚至可以高達600公里的水準 是相當不錯 那為什麼它可以有如此亮眼的電池進步幅度呢 那當然很多人說呢 它的改變是因為 什麼採用什麼最近的堆疊技術啊 等等的這些說法 但是這樣子呢 其實講對一半 其實這次啊 Q8E從它電池最大改變的第一個 就是它將原本的LG chemical 熱鏡化學供應商呢 改成三星SDI的供應商喔 而且從原本的帶狀電池 改成零柱型的電池結構 但是呢 它們的電池都是一樣 副級都是採用M4EM622 也就是涅菇蒙 各式622的比例來做分配喔 所以呢 它的製造成本比較高 但是呢 它的電池效能 會比什麼零酸離碟電池還更為出色 那為什麼50它的電池呢 可以從71度變成95度呢 簡單來說呢 它就是將原本改款前的 那95度的電池整個模組形式呢 改換上升了 改變手續呢 聽起來很簡單 那是怎麼達到呢 音樂原本喔 它的71度的電池喔 它只有一層 它就27個模組 但是呢 95度的電池模組 它才向下兩層 下面一層呢 是31個模組 至於第二層呢 大部分是在後座椅墊下面 它有5個 所以它一共是36個模組 然後每個模組呢 有12個電池星 所以光是這種電池模組 甚至電池數量如此差距之下 當然電池容量都大幅提升了 那至於55車型喔 它的電池容量是怎麼從95變114喔 這才是真正技術力的展現喔 因為55車型 它是在原本這個95度的電池模組架構 也就是下面31個模組 上面5個模組的架構之下呢 你想要讓你的電池容量再會提升 所以呢它將每個電池容量 從原本60安培小時 變成72安培小時 所以在相同的模組結構之下 它的電池容量提升了 所以當然電池容量可以到個114度 所以當然可以讓它走的距離 可以更為長遠了 奧迪Q8預充底盤結構介紹 其實在把Q8預充給頂起來之後呢 我們把前面跟後面的下滬板拆除之後呢 當然它的一些電動馬達 甚至底盤結構就近在眼前喔 我們先從前面開始說好了 其實因應它的電動車身份喔 以及保護電動馬達結構 你會發現喔 它的馬達下面呢 是一塊黑色的鋼板進行保護 譬如說副車架 它是採用鋁合金的結構 所以用料可說不手軟喔 說到鋁合金 那不能不說到奧迪 它的底盤懸吊 向來都是採用滿滿的鋁合金的結構 所以當我們把視線往旁邊看過去 你會發現前面懸吊 下面呢 滿滿鋁合金的織幣喔 那上面呢 當然有一組A字造型的鋁合金的織幣 而且它連防晴桿織幣 也是採用鋁合金打造而成喔 可說用料不手軟 那至於它所採用的避震器呢 那當然就是所說的其他避震器 它統身在裡面 但是外面呢 它有一層我們所說的空氣彈簧 所以可以透過不同模式的調整呢 讓你車身高度呢 做升降的動作 最多可以高達7.6公分的差距喔 接下來我們事先往中間看過去喔 其實奧迪Q8E-Tron 它中間肚子的部分呢 就是它採用的大電池就在裡面喔 但是對於電池的安全喔 當然奧迪跟很多歐洲車車廠一樣喔 都會妥善進行控制喔 首先在電池的下面 最外層的地方呢 它採用黑色的塑料的護板喔 它可以抵擋一些路上的石頭啊 彈跳的一些物體啊 甚至一些輕度的穿刺來進行抵擋喔 而在它裡面呢 它採用這個大型的鋁合金充壓製成的大型框架來做保護 而且喔 在這框架的左右兩端 它採用這個鋁脊型的蜂巢形狀的吸能盒來做保護 那至於在這個鋁合金大型框架裡面喔 它還有一層一層的這種格罩喔 也是採用鋁合金鑄造而成喔 所以當我們不幸呢 造成到撞擊之後 外層的這個蜂巢吸能盒呢 它可以吸收這撞擊 其實在吸收不了之後呢 這個撞擊能量呢 會傳遞到這個大型鋁合金的充壓框架來進行抵擋 如果真的又受不了之後呢 它會幫這個能量呢 進行傳導到裡面的鋁合金鑄造成框架喔 避免它的這個撞擊力量會直接損害到電池 而且喔 不論是先前LG Chemical的帶撞電池 或者是這次改為三星SDI的冷柱撞電池呢 你會發現了 它電池芯的外部喔 也一樣採用這種鋁合金的防撞盒呢 來進行設計喔 所以為了就是確保當你在撞擊的時候 如果真的很嚴重的時候呢 你不至於直接讓你們電池受到擠壓 而發生起火燃燒的悲劇喔 而這也是很多歐洲車廠對於電池安全結構的減持 那至於它的後面懸吊結構呢 一樣是五連桿的結構設計喔 那當然每一支的連桿結構 都是鋁合金的材質設計 而且在後面喔 你也可以發現喔 它的避震器呢 一樣是採用圈黃分離設計 但是這個黃呢 一樣是採用空氣彈黃來設計喔 而避震器桶設呢 則放置在旁邊 那至於控制它的來源 這個空壓機 它則放置在後面行李箱下面喔 而且為了避免你在打氣時候的震動呢 讓車內的乘客感受到不適喔 所以你會發現 它作為一個類似減震的一個機構喔 所以當你在打氣時候 它不會這種震動 影響到車內乘客的一些寧靜度啊 而且 事件往旁邊空過去 你會發現一個圓形的一個氣瓶喔 就是它作為充氣放氣所使用的一個氣瓶喔 那當然為了讓後續師傅啊 它可能在檢查你的空氣彈簧可能露氣的情形喔 它這些空氣的管路呢 都是採用硬管 而且採用不同顏色 來以之後去維修的判別 以上呢就是奧迪Q8 E-Tron的底盤懸吊結構解說 雖然我們今天所試駕的Q8 E-Tron 50 SUV 是入門版的關係 動力有340匹 67.7公里的輸出 不像服務車型喔 有400多匹 甚至老大哥更為強勁於這樣的動力輸出 但是對多數人來說 這樣子動力已經非常夠用 而且電動車並不像是一把內燃機 你需要扣轉速的累積 讓你動力而逐步的疊加 電動車 電動馬達 幾乎踩下電門 就可以立刻感覺到 近乎零時差的那種加速推力襲來喔 即便它車重已經2.5甚至2.6噸 而且輪圈呢已經放大到21吋喔 但是0到100輕鬆也有6秒的水準 對於很多人來說已經非常夠用了啦 那至於很多人開電動車所在意的 ONE PAYTO DRIVE的模式它一樣有喔 而且它可以透過方向盤後面的進退檔等 換到撥片呢 還調整你的回收力道 你最多可以到三段至四段的模式喔 讓你的回收力要變得強中弱 你自行可以定義去決定喔 就算是蠻人性化的 那至於操控表現來說 雖然Q8一窗它的車廠已經4米9多 將近5米 而且車重喔 也2.6噸喔 但是呢 你會發現它開起來是一派的穩定快翼 甚至你會覺得這部車呢 好像沒有2.5噸2.6噸那樣的負擔喔 那當然能讓你有這種操控感覺呢 除了它很厲害的前後懸吊結構 與合金結構的設定之下 讓它往下荷重的變很輕 而且喔 你會發現它前面懸吊結構的下面支筆 是兩組 而且兩組球頭 它可以因應更多的路面的變化喔 所以你會發現轉向入彎的時候 它們的循跡性非常的好 那當然也因為它輪胎呢 已經加到到2.6噸的關係 而且配置這個Police Stone Alanza 001的輪胎 它卻會有大概300 對於一般的操控 甚至你比較Push一點的訴求 也能夠因應 它只會稍微叫一叫 就會快速的滑過 而且前後都是2.6噸2.6噸 Alanza 001的配置喔 那另外它的操控之所以會讓你覺得好 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它配置的這個氣壓懸吊系統 它有很多模式可以進行切換喔 撇除越野需求的Offroad Onroad這些功能喔 我覺得一般在路上開用Auto 甚至用Convert模式開就非常夠用 反而Dynamic模式我覺得比較不舒服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 因為氣壓避震器它調整的設定 都是讓你的空氣彈簧的充氣或放氣 來達到硬一點或軟一點的設定訴求 所以進入Dynamic模式之後 最明顯的改變就是 你方向盤的手感變比較重 連帶你的空氣彈簧的空氣打比較薄 所以當我們轉向路完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側傾量變很少 車體支撐性變得很棒 但是如果你這時候路面上一些坑洞起伏 比較多的時候喔 你會發現這時候空氣受到壓縮 它就會產生回彈的情形 所以當你很熱血Push 殺進彎的時候 這時候又有坑洞 你會發現你避震器會多出一些那種上下兩下下的那種起伏行性喔 雖然不至於影響到你的開車的這個節奏 但是多少會讓你覺得有點怕怕的那種感覺喔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想要開的又快意又舒服 又有一點熱血的話呢 我覺得在Auto模式呢 就可以滿足你很多時候的操控需求了 至於變動幅度比較少的外觀內裝喔 其實雖然Q8一寸是小外觀車型 但是你會發現它的車體軟過 跟先前太多的差異 但是呢 它已經把現行很多一寸 就是E-MAGE 電車的概念融會其中喔 像是它的車標呢 就已經改成全平面的設計 而且它的水箱罩呢 有這種主動的格柵可以進行調節 保險桿左右兩側也有進氣口喔 所以可以讓它的風阻係數降低喔 你知道風阻係數呢 其實對於車輛的一些動力啊 跟節能表現喔 有明顯的幫助 尤其對於電動車喔 電耗表現喔 更是相當明顯 那至於在B柱的地方 以及後面保險桿的地方 你會發現喔 不僅有車名 然後甚至有大大的E-重的字樣喔 融會其中喔 所以讓人一眼就很清楚就知道 這是一部Q8的一寵電動車 至於很多人關心電動車的行李箱喔 Q8一寵 前面馬達蓋打開之後 裡面當然就是有行李箱 而且上面還一層隔板 它裡面容積雖然不算太大 但至少放一些雜物甚至充電槍喔 綽綽有餘 那後面行李箱空間就是相當的大喔 你把下屋板拆除之後呢 下面還有很深的置物空間喔 可以讓你放置很多很多的東西 更別說是車內的乘坐空間呢 因為SUV車型的關係喔 所以頭部空間呢更為大方 所以今天不管你要做人 甚至載運很多東西喔 以SUV的設定來說呢 絕對是綽綽有餘的 這個Q8一寵喔 雖然它算是一寵的改款車型 但是呢它針對電動車 相當重要的電動馬達電池 都進行強化 尤其是電池喔 它將原本71度的電池 換成95度的電池 所以它的WLTP呢 可以跑到491的水準 如果是Sportback的車型 因為風俗系數比較低的關係 所以可以跑到505的距離喔 雖然這樣成績呢 你可能要再打個8折再去做估算 但是呢這樣子 好歹也有輕鬆400多公里的水準喔 所以對於基本上 你要日常代步行駛 所以長距離移動來說呢 也算是綽綽有餘 當然你覺得這個行駛里程 你不夠滿意的話呢 上面還有55車型 甚至如果像Sportback的話 它WLTP可以高達600公里喔 居七成八溝之下 還要輕鬆400尾 甚至接近500的里程數 讓你可以減少很多很多 里程的焦慮的情形喔 而且以它的定位售價 甚至配備水準來看呢 我相信呢 也是這個高級品牌中呢 獨一無二也蠻厲害的存在 以上呢 那就打對於Factory針對奧迪 Q8 E-Tron 50 S5V的實驗報導 希望你會喜歡 我們下次影片見 下集節目